投票站開放的時間 我們都有根據上一屆 上兩屆選舉的投票的一個不同的時段 一個投票的一個人數等等 還有一個具體的需要 我們是商討和決定 基本是會維持上一次選舉的一個投票站開放的時間 就是上週的九點鐘去到下午的六點鐘 預計我們在七月中的時候 就會正式去做一個公佈的 周邊的環境、交通的情況等等都看過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傾向於維持上一屆的三個地點 就是理工大學、體育館、綜藝館 還有中泡職業技術學校 基本上我們要維持這三個地方 那麼具體最後的落定呢 就要等到我們找時間去看那個具體的場地 去到場地內部 去做一個視察之後 我們最後也會公佈的 是誰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